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是最健康 最聪明的 最快乐的 但是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 实在是充斥着太多的有毒物质 所以会发现 不管吃的 喝的 用的 玩的 好像所有的东西都含有有毒 所以身为爸爸妈妈 我们要怎么样呢 帮我们的下一代把关 让他们可以在健康的环境当中成长 是一个真的很大的学问 今天我们请到了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 毒物科主任洪东荣 洪医师来到现场 欢迎 谢谢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洪主任今天还带一本 他真的是集结了三十年的精华 在这一本书叫做 别毒害下一代 对不对 其实 我们是为了下一代好 我们就要好好把关 其实当然我们从我们自身 还有环境当中呢 要做好好的筛选 然后呢 要 应该是说从怀孕的时候 就要开始了 注意了 基本上应该是从要准备要怀孕之前 就应该要开始 对 所以这一本应该是说 这个三十年的心血结晶 对不对 而且呢 洪主任是台湾的这个 独理学王 就是对于这个独理学有非常多的研究 很深入的研究 那从这个 台湾是从这个毒奶粉的事件之后 真的发现 还有塑化剂 发现天哪 我们小朋友 真的是从小就在接触这些有毒的物质 事实上不只是接触 就是天天在吃 从包括这个饮料啦 奶粉啦 还有事实上饮食里面几乎都是 几乎都是 对啊 我觉得这样是 其实感觉蛮痛心的 也蛮难过的 我们的竟然给我们下一代是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但是我们一直以为是 我们给下一代的环境是很好的 对 很健康的 那事实上就是忽略掉 它这些大的东西里面 事实上隐藏了很多细微的 我们都没有去特别去注意的 那这当然是因为科学越来越进步 对 所以我们知道了很多东西 他就知道他说他的毒性可能就是某一方面的 那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可能就会越来越清楚 那使用的东西可能也会越来越好 基本上整体来讲应该还是在进步之中 只是有污染了 我们没有去把它抓出来 那当然有人会认为说 这个是我们自己本身应该就要去注意 你想要吃好的 你想要味道也要好的 所以你就会加一大堆东西 事实上如果说有关单位能稍微做好管理管制 我们往好的方面去想 事实上是应该都是要对的 不会暴露到那么多毒物 所以王主任这样子 你看这样三十年来这种 台湾的东西是越来越毒吗 其实也是有天然的吧 事实上天然的东西是越来越多 因为大家一直知道说 你如果是一些人造的 基本上都可能会有一些毒性 因为你要人造的要做出来要好看 味道要好 所以一定都会添加其他的东西 所以回过头来变成 大家就会去找一些比较天然的 所以天然的这个东西一定是会越来越多 当然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现象 对啊 我们有这个懂得怎么样选择 是 对 是这个聪明爸爸妈妈应该要有的 基本的这些知识尝试要必备 但是你知道吗 到现在大家都知道 这个抽烟百害而无一例 但是还是很多人在抽烟对不对 我就要讲说 我真的还有看过有人是抱着小孩 在咬小孩然后海边抽烟的 在旁边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想说这个年代不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其实是不可以做的吗 可是还是有人这么做 那要告诉大家这个孕妇抽烟 其实不只是孕妇而已 但是如果是孕妇的话 抽烟对胎儿的伤害到底有多大 事实上在我们做毒物学的 不管在全世界其他的国家 基本最重要的两个 就是一个是烟一个就是酒 那WHO事实上对这两个的这个 戒除或者是预防或者是先导他的毒害 事实上做的最多就是这两个 那香烟是其中最重要的 因为大家知道香烟它本身就是致癌物 那它是不是说它本身致癌物 它是它的烟里面有一百多种的致癌物 那里面的化学物质好几千种 那你一吸那个烟呢 跑到肺部甚至发出来 就再孵出来 里面就有一百多种的是致癌物 那这个对你自己本身不好 那对小孩子更差 因为抽香烟的历史已经好几百年 所以呢对于这个烟对人的这个危害 这个研究相当多 那对于胎儿的伤害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在神经系统 因为它会让小孩子的神经系统的 这整个的发疑过程会受到影响 所以呢有些会有小脑症的这个问题 有比较严重的话 那生下来以后事实上这个小朋友 他本身的神经发疑也会比较差 他的这个认知功能也会比较差 所以甚至于大家都在讲说 一些很多小孩子都是过冻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ADHD 注意力不集中 事实上可能就跟这个相应有关系 那另外呢 当然它会影响到代谢的功能 因为它会代谢最主要是要让我们身体 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所以代谢功能不好 可能小孩子就 生下的小孩子可能就会回胖 那在妈妈体内可能就会体重过轻 你不要以为说妈妈体内的体重过轻 那生下来一定会很瘦小 没有 它可能反而是会比较胖的一个体质 那比较胖的就是脂肪会过多 所以都影响到各个器官 甚至会有糖尿病之类的问题 就恶性循环了 恶性一种很严重的一个恶性循环 那对于一些血管系统事实上 心血管系统事实上也是 也是会有影响 它会动脉阴化 所以容易中风 那事实上前一阵子报纸不是也有在讲说 有一个小朋友 那几岁了就中风 没有错 他可能吃到很多的这些缩水油 或是其他的毒物 这有可能 但是也不要忘记 说不定你家里面的这些长辈 这些抽烟 从他怀孕 他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他就接触到这些烟 出来之后又接到很多的恶手烟 事实上对他的这个心血管系统 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恶化的因素 那当然大家知道 事实上抽烟对呼吸系统影响最大 会这个支气管会扩张 会慢性发炎 所以会有气喘的问题 小孩子 如果妈妈在怀孕过程里面 如果常常抽烟 事实上小孩子出来之后 比较会有气喘方面的一个毛病 所以气喘 小孩子气喘 大家看到了越来越多 不只是环境的污染的问题 事实上香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处境 对啊 为什么讲香烟 因为这香烟是最毒 而且是最最泛滥的 因为到处都有 对不对 是 因为虽然我们现在说这个 这个肆虐不能抽烟 大家都在外面抽 但事实上像我这几天 在台北街上这样子走 不管是走人行道 还是走这个走廊 一样 那个风一吹 就会飘来 沿路就是都一直在吸烟了 就变成是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大概都是要卡箱要抽一根烟 真的 而且就是当我在大肚子的时候 你都会想说 我肚子已经大成这样 你应该看得出来 我有怀孕吧 他还是点起来抽 就是你知道 你就会觉得说 他不是不认识的人就算了 就是我还有真的就是遇过 就是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然后我们在开会 我肚子很大 就是已经这样子 然后他还说 这里是可以抽烟的吗 然后我想说 我的肚子 这个时候你事实上 你应该就是要表达你的关切 说对不起 我这个肚子里面有小宝贝 请你这个 请你忍耐一下 对应该是这样 真的我好 就是很难理解 因为又是演艺圈的长辈 你知道那种 你就会想说 这好基本的事情 可是他却没有办法 那我只好 是我离开现场 对因为我要保护 我自己跟小孩 事实上这个就是 我们在有关于这个 相应的烟害的房子上面 可能还有带加强的一些地方 因为不是 所谓烟害房子 不是说叫你只是戒烟而已 对 应该包括这个 哪些地方不适合抽烟 这种概念可能还不是 做得很影响 再继续加油 对 好 所以他会影响呼吸系统 这是大家都知道 还有生殖能力也会变差 当然他会影响到这些 这个精子的精子 就是生殖系统的这种发育 所以他一定会有问题 所以不应症 事实上跟这个就是 有一些的关系 然后当然大家另外 比较关切的就是 儿童的来症 因为小孩子在妈妈体内 就开始暴露到 刚刚讲 相应里面有100多种的致癌物 所以他的这个 胎儿细胞的 在生长的过程中间 他一样会受到这样的影响 那受到这样子的伤害之后 假设他没办法 完全把它修补修正 那当然他就比较容易 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会出现 对 而且就是 他只是一个小胎儿 就是在里面就已经造成影响 他生出来 他还有一辈子要奋斗 其实这个 对啊 我觉得都是说 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应该是最安全的时候 所以妈妈其实身负重任 那整个环境也要营造很健康 就要对这个胭 一定要好好的保持距离 不只是要保持距离 基本上就是 如果说能不去接触到最好 别的人呢 如果看到有怀孕的妈妈 应该也要尽量 避免让妈妈 受到这样子的 二手胭的一个接触 没错 那其实 你书里面有特别提到 就是咖啡因对胎儿 也是会有影响的 事实上咖啡因对胎儿的影响 其实就像这个 你们写对一出的 它有些会早产 会有先天性的异常 甚至会有体重过轻的问题 不过基本上 这个都是量的关系 都是量的关系 我想大家都知道 最近有一些研究也发现 单纯的这个咖啡 你的饮用事实上 也不会造成骨酷出松 甚至有癌制预防 或者是防止老化的这样子的一个好处出现 那这代表了就是事实上 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 应该大部分都是好的 大部分都是好的 那它会产生不好的状况 一定都是量 量的关系 量过多 就一定会有问题 或者是你去参杯 像喝咖啡 喜欢加糖 加奶精 你知道现在大家都知道 奶精现在都是一些人工的奶油 所以这当然是会有问题 糖太多 当然是 糖也可能会是有毒的 所以你如果单纯只是喝咖啡 那每天就是这样 我们一般的咖啡杯 像这样一般的咖啡杯 一到两杯 基本上是OK的 因为这样两杯下来 大概可以到150个毫克左右的咖啡因 那在这样的量之下 事实上是不会有什么样的大问题 因为大部分的研究 尤其是欧洲那边的研究发现 有人用200 有人用300 就是它可能会 会有一部分的人会 胎儿会早产 或者是一些先天性的异常 那那个百分比呢 事实上是一点点 事实上是会有 会有一点点的影响 那那个都是跟量有关 所以200 300会有问题 那你就不要超过那个 可能就每天 你如果真的是一定要喝咖啡 每天这样子一杯 基本上是OK 就是不要过量 对啊 过忧不及都不行 好 我们休息一下又回来 好 好 好 欢迎回来 我想孕妈咪都是非常的小心翼翼的 要保护自己的宝宝 所以在怀孕期间 其实还有很多事情要注意的 尤其是在大家最怕的 就是怀孕期间 生病感冒了怎么办 因为这个药吃下去 会不会对胎儿造成影响 救了自己害了胎儿 其实是真的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用药上面有哪些要注意的 基本上大部分的药 都有可能会对胎儿造成影响 能不吃药 这是最理想的 因为在像这个美国FDA 他把孕妇用药的安全 把它分成五个等级 所谓ABCD再加一个X X就是有问题的 X就一定会有自其胎性的问题 就像大家知道的沙利斗脉 沙利斗脉事实上是会造成这种脯状脂的 就是这种手剩下鱼脯这样子一小段 就是沙利斗脉 像这个是属于ABCD 就是连碰都不能碰的 治疗青春痘的药 治疗青春痘的药 A酸事实上是也是致其耐性很强的 所以你如果有可能会怀孕 或者是在怀孕期间 基本上是绝对不能用的 因为你用了 你就有可能会对你的胎儿 造成很严重的一个后果会出现 那其他的药 当然各种不同的药 有些基本上就是说 当你有这个病 你必须要用药的时候 当然就是要跟医生去做讨论 那医生会去根据你的病情 然后来给你一些的建议 又给你一些的药 那我刚刚讲了 事实上一般来讲 我们要说一个药 对应付绝对是安全的 一般来讲没有人会列出来 大部分事实上是没有 那除非必要 就是生病的 就是怀孕期间 如果生病的话要用药 除非必要要用药 那当然所谓用药 就是医生用了药以后 会让你的这个症状可以缓解 甚至可以治疗你这个病 那你如果不用这个药 一定会有问题 甚至会影响到你胎儿 那一定就是要用药 那用药的时候就选择 这种影响的急速比较轻微的 因为比较轻微的 因为你就像有人怀孕的时候 很容易会有尿道感染的问题 那尿道感染你如果不用抗生素 那你这个尿道感染不会好 甚至会败血症 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用抗生素 那事实上抗生素呢 在很多的这个地方 大部分有时候会跑到西极这个地方来 抗生素对胎儿来讲事实上是 因为它会 抗生素就是会杀细菌 对 对不对 那细菌事实上是一个细胞 那我们胎儿也是好几个小细胞子 所以它也比较容易会影响到 我们的这些胎儿的细胞 所以抗生素的使用 一般来讲医生还是会 根据你的状况去做选择 是第一期孕期的时候就是前三个月是影响更大吗 一般来讲就是前三个月影响最大 因为那个时候胎儿的这些细胞正在大量的分类 大量的分类 那这个时候在分类的时候 它就比较脆弱 比较脆弱很容易受到的这个影响 因为它里面的DNA所含的百分比最高 你一个腰筋去影响到DNA 你的这个方向就变了 你的器官的发育的方向就变了 就很容易会出力 那像一般人最常用到的药 大概就是那种止痛药 对像普拿藤这种 这种也会有影响吗 基本上普拿藤就是列在这个B级这里 那B级是事实上是还OK 如果是在这个怀孕的后期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不过事实上很重要的观念 感冒的时候可以不必用 感冒你用的所有的药 大家都是在减轻你的症状 所以你多喝点开水 那蔬菜水果稍微多吃一点 说不定这个症状就会改善 就会自然 反正就会慢慢好了 就孕妇有时候一感冒其实是拖满久的 就是不能吃药 但是你总是把自己体力养好 就会慢慢好起来 那当然也是看一下医生做一下确认就对了 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是 药草类的是要推荐的是不是 因为有时候有些人会去用到 除了西药之外 可能会去考虑到用到一些中药 那中药有些人说这个因为中药都是慢性的长期在使用 所以中药比较没有毒 那就会去用这样东西 那像甘草 甘草事实上很多的一些药方里面都会加 因为它有甜味 就是让这个中药煎出来比较好喝一点 那事实上在国外他们也会用 尤其是在北沃那边也会用甘草 因为甘草也有那个糖 也有那个甜味 所以他们会加在一些茶里面会去用 那后来事实上甘草的这个对在怀孕里面主要的危害 还是都是从北沃那边的研究 他们发现事实上甘草如果用太多的话 用太大量的话 事实上小孩子生下来会有一些的 也是一样会有一些的起胎方面的问题 也会有一些死因方面的问题 是喔所以那一般呢 就是他们喝中药安胎的这个 都会加甘草在里面吗 有时候会 有时候会 为了好喝 但事实上中药 中药安 刚刚刚讲到安胎 它会为什么会安胎 基本上就是可能你的子宫缩缩的这个太厉害 那有点出血了 可能会不容易保得住 所以有些人就考虑到要安胎 对 那安胎的时候有所谓需要的方法 有所谓重要的方法 那中药里面有些人会用到安胎的 像红花或者什么 这事实上这些毒性就会比较大 这些毒性比较大 所以我认为是在怀孕期间的事实上 像红花、人参、艺人 艺人的话事实上是会让血糖会降低 那血糖降低的话 糖在胎儿的这个生产过程里面 事实上它也是我们细胞生长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血糖太低 这个细胞可能也会受到一些的伤害 所以在怀孕的时候 事实上这几个 尤其是像红花的事实上是 绝对是不要用 你不要说我要安胎就用这样子的 事实上红花在研究上已经发现 它真的是会伤害胎儿的 那这一些中药才就是实在是 在怀孕期间就是都不要碰就对 比较安全 对比较安全 那因为我们不是有听过那个安胎影 叫十三位 对 它其实是安胎影 但是反而有人喝了之后 就造成早产或者是流产 所以我怎么知道这个安胎药 到底适不适合我 我刚刚讲了 基本上你的胎儿 你怀孕期间你的胎儿 也没什么特殊状况 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去安胎 对不对 有些人是 因为古早的观念 古早的观念常常就是 怕你怀 因为我很重视你这个胎儿 对不对 这是我的孙子嘛 对不对 那有的孙子 阿嬷就一定会很高兴 所以想办法要让这个胎儿 要一定要能可以生下来 所以一开始就在 要用所谓的安胎药 事实上这个没有必要 我们刚刚讲了 因为他 这个大部分的胎儿跟妈妈之间 事实上是很好的关系的 很好的关系 你没有必要去打扰他们的关系 那这些东西呢 像刚刚讲的兔丝籽穿穹 然后还有是霍普 事实上霍普大家知道 霍普它是含有很强的抗氧阿富的成分在 但是很奇怪的 它的那个使用过多 它里面还有一些人参罩干之类的东西 事实上它还是一样会对 胎儿细胞会造成一些的伤害 所以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这些中药里面它的药材 我们现在只知道说 它某一个成分它有好处 但你不要忘记它还有很多 我们不知道的成分 我们没有去研究了那些成分 所以能不去碰这些东西 事实上是会比较好一点 自然还是最理想的 自然就是美 对啊 妈妈本身自己休息好 妈妈自己本身吃好一点 吃营养一点 对 如果没有什么状况 其实就是不需要再补充这些东西 一般来讲是这样子 连维他命也是一样 对 不用造成反而是另外的危害 或者是其他的毒素 反而累积在自己身上 对 好 所以其实要把这个迷思破除 因为有时候长辈就是跟着电话 就说 哎哟 花意喔 要补 你不喝 他就端来了 你不喝下去怎么办 对啊 我不知道了 因为我们又当过人的媳妇 对啊 有一些媳妇你知道 就是要喝 好像是喝给妈妈看的 要给她安心 但有时候就 把我们节目给妈妈看 这样子真的也不错啊 我很健康 我没问题 我们吃好 睡好就好了 不用担心太多 也许就是说 下次怀孕的时候 要去妇产科检查的时候 就带着妈妈婆婆去 一起去 让她跟医生去做一些的这个 听医生去讲说 哎 你的媳妇呢 你的孙子呢 都OK 都OK啦 就不要吃那些有的没有的 放心啦 而且你就赖给我啦 这丁本配真的有说 不用吃黑啦 有时候别人讲的比较有用 对 没有错 好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Mountains monitor 很多东西 都可以 悲伍 熟 聞 去 里面 破 大概 飄 欢迎回来 好 玉妈咪要吃得健康 吃得营养 我们蔬果就多吃一点 对不对 是啊 蔬果有时候会有农药残留 尤其是我有一段时间 我还非常认真的喝蔬果汁 早上喝那种精力汤 对 其实都是生菜 都是生的东西 对 都是生的 事实上现在有很多都是有机的 当然虽然有人在说有机 就是假有机 不过基本上那个安全性还是高一点 尤其是你如果说你的来源 你也有就是比较清楚 那这家信用也很好 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那这种农药残留 他们如果也常常规律时间在做检测 一般来讲是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蔬果还是很重要 尤其是对怀孕的妈妈来讲 你很多的维他命都可以从蔬菜水果里面 去获得包括A B C D E都有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 事实上胎儿大概就会很稳定 而且很健康的这个生长 所以当然我们在这个吃之前 一定是就是很认真的清洗啊 那如果说就是有这个农药残留 它会对胎儿造成什么影响 一般来讲蔬果里面会加的农药大概就是一些 沙虫剂跟除草剂会比较常常 尤其是沙虫剂 那沙虫剂会比较多 尤其是比较毒的这个有机灵荣 尤其是像现在因为冬天的时候 会比较多农药的蔬菜就尽量少一点 因为你还有很多其他的蔬菜 那万一真的是要吃 那可能就是这个吃那个检验合格的 这些的蔬菜 然后那再来就像刚刚主持人讲过的 把它洗干净一点 因为那个农药大部分都是会沾在叶面上面 你只要这个清洗这个五到十分钟 基本上是OK 就是用流动的清水这样子来冲洗 一般来讲那个农药的那个量 可以降低百分之九十九左右 这样子问题就很小 这样问题就很小 那有没有一种就是这个重金属呢 就是影响 蔬菜里面的重金属一般来讲 还是跟土地有关 跟土地有关 因为我们的农药里面 现在已经很少用到有重金属的这个农药 所以跟你这个土地有关 所以如果说这一个 这一家公司的这个蔬菜 它的来源都是固定的 而且经过几次检测 这重金属是没有问题 大概会有问题的机会就很小 因为它是从土地里面吸收上来以后 再沉留在我们的这个蔬菜里面 所以重金属一般来讲不会从这里来 也不用太担心这个部分就对 因为这个有特别讲到 苏里面有特别讲到说 铅这个东西会让小孩子的IQ降低 台湾以前铅的问题 主要是有机铅的汽油 我们以前很早以前有那种有机铅的汽油 那还有一些铅锡电池的供差 那这些呢 当然是造成铅的一个危害 会比较常见 但是我们台湾小孩子受到铅的这种影响 目前看起来应该还是 有机铅的汽油的影响会比较大 那过去有用过 所以我们的泥沙啦粉尘里面 还是会有一点点 所以你如果蔬菜是这些粉尘你所污染的 一样洗一洗基本上都是OK的 但是一铅真的是会影响到小孩子的这个智商 这个是已经很确认的 已经很确认的 那尤其是这个是在美国 美国人他们很奇怪 他们住的那房子都很旧 那那个油漆会掉下来 那小孩子呢 有时候会去剥那个油漆 那油漆刺起来 那一块一块吃起来稍微甜甜 所以小孩子会把 所以在吃掉下来的油漆 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是饼干 他们觉得那个是饼干 所以会去吃 所以他们美国人会对小朋友的签的研究 最主要都是这样子来的 那油漆啊 还好他们有做这方面的研究 所以我们才会比较清楚说 这个签真的是对水灵浅的小朋友的 这个智力的发展 有很明显的影响 以前他们规定说 小朋友的血中签要10以下 10个那个microgram per 100cc的血液 结果后来发现不对 应该再更低一点 因为5以上啊 每增加1小孩子的智商就会 就可能会差3到5分 就是你家的小朋友 你如果是6的话 你可能跟别家的小朋友3啊4的 那一定是智商一定会比较差的 那后来台湾也有这个资料出现 后来因为台湾从以前 有签汽油的之后呢 就开始做这个期待血的这种做筛检 那这个资料累积了20几年的这个资料 后来他们在两年前也发表了一篇 结果发现真的是台湾的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你如果剩下来那个期待血的这个血 那个签如果比较高的话 他5岁到6岁的时候的这个IQ 真的是有比较低 而且是有统计学上的1 而且是2以下而已 所以那个很低很低的 都会有这样子的影响 所以签基本上最好是0 你如果完全都没有铺路 那对小孩子就是最好 所以是平常在什么地方 我们会有可能接触到签 那在目前大概最常见的 大概就是第一个就是他的 如果是在怀孕期间 怀孕期间的话大概就是 最好还是吃素 因为那个一些的海鲜里面 有时候会有签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泥沙里面 或者是加油站的这个地方 还有大家就 你说加油站 可是现在不是都无签汽油吗 但是他们以前有那个有签的在 还是有有签汽油 你说在挥发当中 在粉层里面还是会有 在粉层里面还是会有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一些色料 颜色很鲜艳的 因为签可以白色黄色红色 签可以这样子的颜色 所以有些以前的油漆里面 就会有加油签 加油这样各种不同颜色的签 所以在油漆里面也会有 这是在妈妈肚子里面 那生下来之后呢 小孩子会有玩具 玩具都是颜色鲜艳的 所以现在也要求小孩子的玩具 事实上是不能含有签的 不过台湾还是曾经发生过 还是发现玩具里面含有签 就是上面的色彩含有签 因为小朋友会拿玩具来咬 他们什么都会拿 放到嘴巴里面 对都会放到嘴巴 所以一放到嘴巴很容易就会到 吃进去 而且小孩子对签的吸收 比大人好太多太多 他的吸收速度相当的快 吸收速度相当的快 哇所以真的要很小心耶 对不对 就是叫我再不能去玩具不要买太鲜艳的 当然要合格的啦 因为现在都有那个安全的标章嘛 台湾也曾经有过研究就是台湾以前 还有一些刚刚讲的有一些 纤细电子工厂 或者是有些做签的这样的工厂 你这样如果住在附近的话 也是可能会有影响 也是可能会有影响 那签笔有签吗 我们现在的签笔是没有签的 签笔是没有签的 想说小朋友不是从小时候拿笔 就开始拿签笔了吗 这里面还好现在是没有签的 那个里面就只有碳而已 那个里面就是碳而已 这样松一口气 好那你书里面有特别讲到就是呢 很鼓励妈妈呢就是可以喂母乳 就是说喂母乳呢 可以降低这个宝宝受到的毒害 那这个原理是什么 这个原理是什么 事实上这个这里面有好 应该是有好几种层面 因为母乳对婴儿来讲 事实上是营养最均衡的一个食物 最均衡的一个食物 那当然你如果是妈妈 有在吃很多的药 吃很多的东西 那可能会影响到小孩子 不过因为它的母乳里面的这些成分 让小孩子喝下去以后在胃里面 因为母乳是乳糖 乳糖里面就葡萄糖加半乳糖 半乳糖在我们胃里面 在小肠里面它会分解 分解成最后半乳糖会有乳酸出来 乳酸出来以后 它会改变我们肠道里面的这个环境 它变得比较酸的环境 那那些比较毒的细菌不容易增生 那它会让有益的细菌量会增加 有益的细菌量增加 它的肠道功能就更好 吸收就会比较好 所以整体来讲 小孩子的这个发育就会比较理想 各种有益的这些 包括糖类或者是氨基酸之类的吸收就好 所以小孩子当然就会比较健康 那这个因为它里面也会让钙的吸收 让小孩子钙的吸收增加 那钙跟铅的吸收两个是互相竞争的 所以你如果有钙 钙比较多 铅的吸收就会降低 所以铅的这个吸收降低 你铅中毒的机会就降得很低 所以喂母乳为什么会好 就是好的 但事实上里面可能还有很多 我们还没有研究出来而已 对啊 这研究好多 就是妈妈也可以就是抗癌 这个癌症的机率也比较低 然后小孩子在吸引运的过程当中的 刺激脑部的发展也是好的 然后还有就是那种母子母女 那个binding 联系的那个情绪 那两个的关系情绪也会比较好 对 所以它的好处真的很多 我也很怀念那个时光 没生出来就是日子也是欢乐 生意出来开始一辈子的牵挂 所以它这个哇哇最低之后 接下来妈妈到底要 有什么要注意要烦恼的呢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欢迎回来我想的这个小孩生出来之后 爸爸妈妈真正的这个烦恼 对不对 然后还有担心 其实是我觉得是更加剧的 没有错 尤其是前一阵子这个瘦画剂啊 还有这些毒奶粉 我觉得就是让爸爸妈妈真的 就觉得毒无所不在 而且现在是说连每天在包的这个止尿布 都有含有一些毒在里面 是啊 因为止尿布里面最主要当然就是像 剂皮细酸或者是塑化剂 因为它都是塑胶的东西 那我刚刚我们前面讲过了 我们的生活在进步的过程里面 用到了很多的这些化学物质 这些化学物质做出来以后 就是在改善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活的一个状况 尤其是塑胶类的东西 塑胶类的东西它所带来的 说实在真的是带来很多的方便 带来很多的好处 但是大家会忘记了 没有刚开始没有去注意说 这个塑胶事实上带来更大的一个危害 我前一阵子塑化剂出问题的时候 大家知道整个台湾很多的河流里面 事实上那个地泥里面的塑化剂的这个含量 事实上是世界第一位的 因为我们真的很爱用塑胶类的东西 因为说实在塑胶的东西真的是方便 那塑化剂事实上在这个整个塑胶的过程里面 基本上都会加 而且塑胶是一个一个间接起来的那个常念 那中间要比它稳定的就是要有塑化剂 那那个东西当它有加温或者是有酸 其他的它很容易就会跑掉 很容易跑掉就跑出来跑到食物里面 所以这样子就很容易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那止尿布里面会有这样的东西事实上是必然的 那你接触到小朋友 小朋友如果说这个尿尿 尿是比较酸的 所以这个塑化剂事实上很容易会出来 而且那个塑化剂是子龙性的 所以它会从皮肤吸收 所以对小孩子当然是一种 一种影响 而且它24小时就是包着那个止尿布 是啊 包着它屁屁 所以是从 等于是它就是很直接的经由皮肤来吸收 所以事实上小孩子如果真的是包止尿布的话 一尿下去就应该要换 很多人是说反正就等人咬的比较多了 好大一包才在换 对 我还看爸爸妈妈就说这很贵 在尿都几泡才能换 是啊 对不对 其实像小孩无形当中就等于在碰到毒 对 就会暴露到比较多的一个毒 而且我们那时候都一直以为是 我们还不知道塑化剂 都是觉得说怕有荧光剂 对对对 因为尿布上面的就是 会亮亮的 对 我们反而只是在意荧光剂这个部分 因为荧光剂它也很容易会从皮肤这个接触 然后造成皮肤的发源 现在现在已经很多的 爸爸妈妈有这个概念 所以现在也就是标榜 还有其实是环保 不只是为了宝宝的健康而已 还有环保 给下一代好一点的环境 所以他们开始用布的 其实就是 要常常洗 对 就是比较麻烦一点 但是它至少是健康 然后安全 对 没有错 危害这个地球的 对 没有错 所以是提供大家做一个选择 但是你说说到塑化剂 现在小朋友从小到大玩的这些东西里面 玩具很多都是含有这个塑化剂 没有错 因为它都是塑胶的东西 所以不过现在也是有人在推木头的玩具 那不要有太多的油漆 颜色的 基本上这才是比较健康的玩具 还有一阵子也很流行 这种保利笼 不是保利笼 那个叫软软的 软垫的这一种材质的 对 你知道有一种塑胶软垫 这个事实上也一样都是 因为塑胶是各种不同的聚合物做出来的 那不同的聚合物它有不同的一个特性 那比较软的当然因为它弹性会比较好 那一般来讲这种东西不应该用在 装在一些食物或者是小孩子来使用 这个事实上在法规上都有一些的限制 都有一些的限制 所以大家也是要小心 而且我真的就是有 因为小朋友不是要爬吗 对 就觉得说要让它爬在地垫上面比较干净 对不对 但是我真的就有去 在选地垫的时候 有把那个地垫一打开 非常非常浓的塑胶的味道 很臭 对 对 那个事实上都是不好 就是太多化学成分在里面 那个里面最主要的还是 就是那些聚合物的成分 然后再加上塑胶机 所以事实上塑胶垫不适合 让来做小朋友的游戏间的这种 你想要让它干净的在地上爬 就把地擦干净对吧 对 你让它爬在上面 真的其实反而是让它 陷在危险的环境当中 对 没有错 更何况我女儿有一次饿到 还在吃地垫 他只要地垫拿起来 我说他被他吃掉一脚 我好担心喔 一个脚落就被他吃掉了 怎么那么饿啊 小朋友很可怕 他们就是无孔不入 什么都能吃 好 所以讲到吃这件事情 现在的小朋友 也是蛮被宠爱的啦 所以呢 爸爸妈妈会买很多这个 婴儿的零食 现在还有婴儿的零食喔 婴儿的零食 对 然后再大一点 又有这种一到三岁的零食 就是各式各样的 其实它都可以统称为是零食 对 那对于垃圾食物 教授你有什么看法 基本上垃圾食物它会叫做垃圾食物 垃圾是我们要丢掉的 所以不应该要吃这个东西 但是这些垃圾食物呢 都是比较甜 比较咸 然后呢味道也比较香 所以呢 就会比较吸引小朋友去吃 所以它如果是标榜是健康的零食 就是没有太高的甜分 盐分 其实这些是还可以 然后也不加色素 如果你还是要看一下 它的那个标示是不是 真的就是它讲的这个健康 如果是 基本上是 我认为是OK 因为一般来讲 垃圾食物最怕的就是 里面糖分太多 糖分太多就太甜 会有这些的问题 还有太油太咸 会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然后另外呢就是 因为那些食物 事实上它精致过了 所以维他命含量一定都很低 所以因为吃了以后就饱 这样就不会吃 就是在家里面就不会去吃饭 不会去吃菜 所以呢就会 营养就会失 嗯 所以容易会 会有吸胖的问题 那就是刚刚讲的 色素 因为你如果让 颜色很鲜艳呢 引诱小朋友 这里面一定会添加很多的 各种不同的色素 嗯 那对小孩子 不管是神经的这个发育 或者是其他器官的发育 肝脏的发育 事实上都有可能会有影响 哇 可是这真的很难欸 因为给小朋友的 这一些 你说什么糖果啊 饼干 他们就是颜色很漂亮 小朋友才喜欢 是啊 所以 这个也是为什么那些人要制造这些东西 因为他才可以赚钱啊 嗯 那 平常就是要变成 我们当妈妈的 当爸爸的 就是要养成小孩子吃这个东西 吃不要吃这个东西 这些习惯 嗯 那这些东西从哪里来 最主要还是从电视啊 从电视上面看到 电视上广告看到的 所以 尤其是在看卡通影片的时候 特别的多 对 所以 我个人认为是卡通影片不应该给他们看 除非 除非 他的广告没有这些垃圾食物的广告 他就OK 对 或者是呢 干脆就给他 这个 自己租一些DVD之类的 放在给他看 这样子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对 我也发现了 因为小朋友其实你偶尔给他看一些DVD影片 中间没有广告 他们还 就 就是很专心的看 这个里面的故事 可是一旦 我发现广告真的很可怕 因为广告会断掉 所以让他本来看的东西 他就分行了 然后他就会开始跟妈妈说 妈妈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 对啊 他本来没有欲望的 广告的时候休息的时候要吃零食 所以广告真的 好啦 所以也是要调整一下这个 收看节目的一个习惯 对 当然 广告有他的目的啦 但是 我觉得小朋友 他 他 暴露在一个诱惑的环境当中 他一定会受不了诱惑 就像你带他去玩具店 他就是想买玩具 你带他去糖果店 他就是想买糖果 所以妈妈就是远离这些地方 应该是要这样 对 应该是要这样 好 那另外呢就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蜡笔的选择啦 因为小朋友就是从小就是喜欢画画 那很多妈妈在选择蜡笔上面就会很担心 这些是不是也含有一些化学的物质 蜡笔当然也是化学的 不过有一些的蜡事实上是很安全的 因为大部分蜡都是碳链很长的 那他一般来讲不会有什么 你如果没有随便乱添加一些有毒的色素 然后是其他的这个材质 事实上是OK的 事实上是OK的 所以蜡笔还是有安全的这个蜡笔在 他们吃有时候都还因为觉得太漂亮了 因为手沾掉啊 手沾到也会吃啊 对啊 事实上是难吃它马上就涂掉了 但是还已经咬进去 大的东西不会好吃的 大的东西绝对不会好吃 对 所以不好吃的东西不用怕它不会吃太多 对对对 那是不是一岁之前的宝宝是不太能吃到蜂蜜的 一岁之 因为最主要是蜂蜜的这个制造过程里面 它蜂蜜里面有时候会有肉毒杆菌 那这个肉毒杆菌呢 它会在这个蜂蜜里面去增生 那我们的一岁以内的婴儿呢 它体内肠道里面的益生菌还不过多 它还没办法抵抗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这么堵的这个细菌 所以你吃到这个有污染的蜂蜜的话 就比较有可能会造成肉毒杆菌中毒 这个叫做那个婴儿型的这个肉毒杆菌中毒 所以呢一般来讲一岁以内的婴儿 我们尽量先不要去喝蜂蜜的这个东西 所以你现在讲到肉毒杆菌 所以我们大人对我们大人很好咯 感觉给美容是不是 是啊 因为蜂蜜本来就是除了那个里面的那个糖味之类外 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有机物质啊 所以大人都OK 一岁以前的小病非常病 肠子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益生菌在 所以也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这方面的问题 好 觉得这个真的每一个小细节都是学问 所以如果你对于呢 其实我们今天只讨论到前面一点点而已 对不对 就是新手妈妈爸爸 然后跟孕琪之间的 不要毒害下一代的这个一些方法该注意的 其实书里面还有一直到长大 然后我们这个家里面的环境 装潢生活空间 全部有关有这个毒害的呢 都在这本书里面 有详细详细的介绍跟说明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 大家可以好好参考一下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红主任 谢谢 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